接到安吉拉的求助电话时 我刚陪父母从电影院出来 正感慨着电影中的情节 安吉拉的微信电话便打了过来 已经接通 我便听到了她的哭声 我问她怎么了 她很伤心地说 王姐 我跟张晨真的过不下去了 你能不能帮帮我 好好管管她 我安抚她不要着急 有什么话等我回家再详谈 目前我正陪着父母 不太方便 安吉拉当即便挂了电话 发来大段大段的微信 向我抱怨连日来张晨 对她动辄打骂的细则 我没理会她 任由她发现烦恼 父母听我提起她的名字 有些不高兴 让我以后别搭理她 我只是笑笑 宽慰父母 她很可怜地 以为自己终于从我手里抢走了张晨 但恋爱是一回事 过日子又是一回事 说这话的时候 我内心平静且抱有一丝悲悯 虽然对方是我婚姻中的第三者 可时至今日 我对安吉拉不再怀有敌意 唯于同情 两年前却不是这样 我恨不得她死无葬身之地 一我叫王旭红 丈夫名叫张晨 她是我的三婚对象 结婚不足七年 我跟张晨都在体制内上班 身居高位 我们的结合 不只是开启了一段崭新关系 也意味着往后在立一场共结联理 有着密不可分的同盟情谊 所以即便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 我对张晨仍怀有憧憬 哪怕曾在其他同僚那里 听说过许多她的灰色传闻 我依然奋不顾身 贪恋她的花言巧语 欣慰她对女儿的事如己出 张晨比我大八岁 年近五十 前妻与她育有一子 他们离婚时 儿子的抚养权归于前妻 离婚没多久 前妻便带着她的儿子出国移民 父子感情淡薄 女儿是我与第二任丈夫的孩子 我跟张晨结婚时 女儿刚上初中 本来她不同意我跟张晨在一起 但张晨很会与小孩打成一片 不出两月 女儿主动对我说 她觉得张伯伯人很好 如果我跟她结婚 她会很放心 我跟张晨顺利结为夫妻 我们简单操办了一场婚宴 研习上 女儿改口亲热地叫她老爸 张晨心花怒放 也更无微不至关照女儿的学习和生活 他们父女俩感情好 我满心欢喜 更觉得和张晨结婚是我做的最对的选择 必须承认 张晨是个好父亲 却不是个好丈夫 职场上 她习惯发号施令 回到家 也总对我指点江山 大到给我提工作的意见 小到家里的鸡毛蒜皮 她像个将军式的发号施令 我只有服从 我若稍有不满 她便暴跳如雷 虽然从没跟我动过手 但则骂我时极尽侮辱 一定要见到我悔恨的眼泪才会罢休 庆幸的是 当着女儿的面她会收敛些 但我难以忍受 良好的家教让我做不到与她互相谩骂 多年工作养成的气质更不能令我形容丰富 我只能在煎熬中日复一日地与她继续过日子 尽量不让她挑出我的错处 做一个优雅完美的妻子 婚姻的苦我尽数咽下 极尽所能消化干净 在人前 我始终维系这段看似风光无良的婚姻 从未对人抱怨过张诚的不是 面对父母 我亦如此 父亲退休前是我们当地很有名望的老领导 一生勤勉 政绩斐然 她为人刚正不额 与母亲感情和睦 对我们几兄妹的教育十分严格 几十年的含辛茹苦 她将我们都培养成高等学府毕业 有着体面工作的社会精英 父亲这辈子唯一被人戳几两股的事 是我的婚姻 两度离婚又再婚 父亲将我逐出家门 逢人便说已与我断绝妇女关系 坚决不许母亲和哥哥姐姐与我来往 父亲的决绝和张诚的苛代加深了我的痛苦 可我没想到 最痛苦的是还在后面等着我 结婚第五年时 我发现张诚出轨了 她出轨的对象便是安吉拉 一个比她小17岁的女同事 安吉拉是她的微信名 我曾问过她为何给自己取这样一个名字 安吉拉说 安吉拉是天使的意思 取名的灵感 当然不只是因为她觉得天使是纯洁美好的象征 更主要的是 国内有个自称天使宝贝的美艳女明星 安吉拉自认相貌不属女明星 同时觉得自己的运气也会和女明星一般 攀附高知 做树烧上最漂亮最骄傲的凤凰 她首先把目标放在了张诚身上 她工作之余做代购 我加过她的微信 也是在她的微信朋友圈里发现了端倪 那天是她的生日 她发朋友圈炫耀男朋友给她买的奢侈品 以及灼光晚餐的奢华 她没有拍到她男朋友的脸 但我凭着那张照片中和她食指相扣的手指上所带的婚戒 一眼认出了张诚 那一刻我很惊慌 甚至想立刻给张诚打电话询问她的去处 但仔细一想 问了也是徒劳 她必然不会承认 我也不能只凭一张照片就定她的罪 郁家之罪何患无辞 张诚回来定会闹得翻天覆地 那样反而是我不愿意见到的 何况 即便她承认又能如何 那时我与她已育有一子 人过半百亿招得子 张诚特别疼爱儿子之余 对我的态度也逐渐不再像当结婚时那么历生急色 多年夫妻相伴 我们之间有了更多不可分割的牵连 我却为自己不要胡思乱想 甚至自我蒙蔽 张诚绝不会出轨 她爱这个家爱我们的孩子 至于她是否爱我 我并不在意 只要她的人和心都放在这个家就好 这段婚姻 我是下定决心要从一而终的 奈何天不遂人怨 我一直留心安吉拉的动态 时常看到她发布一些似是而非的话 她似乎不再满足只做地下恋人 我知道 这番话 她是故意写给我看的 羁押在心口的怨队越来越多 我会故意在她那边下单 冷嘲热讽 说些暗藏玄机的话 她也不甘示弱 对我明包暗扁 这羁押的怨气最终找到了释放的突破口 几个月后 我在安吉拉的朋友圈里看到一个酒店定位 照片里的她搔手弄姿 只穿着睡衣 我顿时火气上涌 连忙查询早前偷偷安装在张晨车上的DPS认为回职信息 一看到张晨那晚最后一条行车轨迹的目的地和安吉拉所在的酒店高度吻合 我瞬间头皮发麻 险些晕绝过去 几乎没有孕 我打电话联系到和我关系亲密的表弟 要他赶快开车在我前去捉舰 表弟动作极快 从他接到我至我们到达酒店楼下 用时不过五十多分钟 可推开酒店大堂的玻璃门时 我犹豫了 如果看到张晨和安吉拉的样子 我必定会发疯 可我若不顾廉耻与安吉拉斯打起来 其他与我与张晨都不是什么好事 何况我身边还跟着表弟 我无法确保表弟不会把此事透露给我父母 到那时 父亲又会如何对待我 我这样一个让他颜面尽失的女儿 再像泼妇一般和人互扇耳光 岂不是这辈子我都没机会与父亲恢复父女感情了 那晚风很大也很冷 我打着冷战回到表弟车上 气不成声 表弟帮我出主意 说是先给扫黄大队打电话 叫警察上门去看看张晨屋里是否真有女人 我同意了 表弟打通电话后 没多久警察就到了 我跟表弟陪同警察到前台说明来意 由前台小姐带路来到张晨门前 张晨一脸惊惧地出现在警察面前 看到我和表弟面色不善 她心领神会 恢复了惯有的高傲姿态 请警察进门随便搜寻 安吉拉不在 但凌乱的床铺和垃圾桶中用过的避孕她还在 张晨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嫖娼 也没有出轨警察问了几句便离开了现场 只留下我和表弟与张晨当面对质 有表弟陪着 张晨没冲我发火 但他很生气 觉得我污蔑了他 我质问他避孕套是怎么回事 他气定神贤地说 客房服务员没打扫干净 我住进来时就有了 我自然不信 但张晨语气强硬 态度坚决 还说 既然我不信任他 那么不如我们离婚 他没办法和一个怀疑他的女人继续过日子 我默默哭着不说话 表弟看出我用沉默示弱 便出声打圆场 还把我和张晨送回家 一路上又是安抚我 又是劝张晨别生气 让我们有话好好说 未来孩子也不能轻易离婚 回家后 张晨无视我静自去儿子房间休息 我可以躺在床上 心里五味杂沉 一夜未眠 第二天我请假没去上班 送儿子去幼儿园后便回到家中 独自垂泪 本来我用一晚上时间 想了一肚子恶毒话要骂给安吉拉听 可我点开他的微信头像 愣是看着对话框发了小半天的呆 我悲悲的发现 我连和这个小三开诚不公的勇气都没有 而除了无法面对安吉拉 我也无法面对父母 婚姻里的不如意 我全然不能对母亲倾诉 也不能对亲朋好友诉说 为此 我还三番五次打电话 要表弟替我保守秘密 无论如何不能将丑事公布于众 这份羞耻心 是我生而为人最后的坚持 我小心翼翼保护着他不受伤害 只为了不放弃我那卑微的自尊 否则我的生命将彻底失去活着的意义 可我总得有个发泄地方 身份使然 我不能买醉也不能偷欢 我有很强烈的倾诉欲望 因此我咨询了一位情感导师 他不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 我们没见过面 加上微信后短暂交流一番 我向他道出四十余年生命中所有委屈的经历 清不干净的那一刻 我如是重负 最后我问他我究竟要不要离婚 他告诉我 离婚与否并不重要 你的心情好坏才是最重要的 情感导师一语重地 我顿时嚎啕大哭 过了好久都无法控制奔涌的眼泪 生平第一次有一个人比我自己还重视我的心境 我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般 祈求他宽慰我 帮助我 救赎我 至少 让我看到活下去的希望 这个最懂我的陌生人与我保持联系很长时间 总是能耐心听我诉说 使我变得平静不少 冷静过后 我决定和张晨来一次深入的对话 我想问问他 到底希望我们的婚姻何去何从 我跟张晨说 如果他真的对别的女人有情 我愿意跟他离婚 还向他承认错误 那天我突然闯入酒店 还叫了警察的确忽略了他的感受 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我那样做无疑是网顾他的颜面 希望他可以原谅我这冒事行为 其实这次谈话是发生在我们已经提出协议离婚之后 正处于离婚冷静期之中 经历了那场桌间惊婚夜 张晨言出必行 未过几天便向我递来一份挑不出任何毛病的离婚协议书 而听我这样实大体的说辞 张晨有些动摇 他不再坚持离婚 直言要我给他一些时间冷静一下 我欣然同意提出离婚的张晨 一直在和安吉拉同居 后来直到离婚冷静期失效 他都未曾离开安吉拉回到我们的家中 也没有再提离婚的事 我不甚在意 因为那段时间 我正在专心修复我和父母的关系 几年不见 出现在父亲面前时 我气不成声跪下来恳求他的原谅 父亲虽然倔强不语 却劳累纵横 在母亲的劝说下终于摒弃固执 松口让我进门 自从进了家门 父亲对我的态度不再冰冷 之后我回娘家的日子便多了起来 偶尔还带着只有六岁的儿子回去小住 看着乖巧可人的儿子 父亲终究很不下心冷漠待我 我们的妇女感情日渐升温 这时我更无暇顾及张晨和安吉拉 整颗心都哭在父母身上 极尽所能弥补缺失了好几年的温馨亲情 渐渐的 我在父母的关爱中重拾信心 不再患得患失 我鼓起勇气找父亲寻求帮助 希望他能以一个长辈的阅历 用数十年经营婚姻的心得来指导我如何去做 父亲说 我最大的心结便是一只位与安吉拉正面交锋 既然我认定他是我婚姻中的第三者 那么我就应该捍卫自己的权益 毕竟我才是张晨名义上的妻子 无论如何对待安吉拉都有充分的理由 我觉得父亲的话十分有道理 也是时候跟安吉拉摊牌了 只是我不再担心害怕 即便我终将失去这段婚姻 我仍有退路 我的孩子 我的父母 我的家人 他们才是我面对生活的勇气所在 并且会支撑我 陪伴我与我直面人生 我直接了当发微信给安吉拉 我知道她和张晨的事 我们都不用再装傻了 好好谈谈 没想到我如此直接 安吉拉许久都未回复信息 直至我这条微信发出去十小时 她才洋洋洒洒写了一大段生情并茂的告白 讲述她有多么爱张晨 求我成全她 我回她 好 我可以成全她 只要张晨同意离婚 她感动得向我千恩万谢 还要免费送我一套大牌贵妇面霜作为谢礼 我收下了 同时向她表达感谢 只是张晨并未在跟我提出离婚 安吉拉为此十分恼火 她甚至发微信骂我 说我这人太有心机 明明放不下张晨的是我 还故意在她面前伪装善良 我忽然觉得她很好笑 直接打电话过去问她 张晨不是天天跟你同吃同住吗 我跟她连面都见不到 就是想哭天腔地挽留她也没时机啊 何况我根本不想那么做 为了自证清白我还把我跟张晨的通话记录 聊天记录都截图发给她看 也许是我的直白触动了她 自那以后安吉拉经常找我聊天 大多时间她都在抱怨张晨 安吉拉说张晨脾气不好 因为她作为生亏了钱 即便用的不是她张晨的钱 她也会对她指手画脚 责骂她没本事 她还说在和张晨相处过程中 无论大事小事 她总是独断专行 明明是她做不好事情 反而倒打一耙指责她不对 他们常常争吵不断 有点风吹草动便要吵个三天三夜 我细细聆听她的倾诉 基本不会反驳或打断她 有时候她说的那些事也让我深有感触 便无所保留和她讲了很多 我和张晨相处的点点滴滴 我还得知 安吉拉之前也离过婚 与父母之间也有些难以修复的摩擦 在和她的接触中 我渐渐对她心生怜悯 这是我推几级人总结出来的感觉 她也不过是个可怜的女人 原生家庭的隔阂与失败的婚姻关系 使她异常缺乏安全感 她骨子里是自卑的 所以她很看重张晨 幻想有朝一日能嫁给她 做风风光光的领导夫人 从根本上找回体面和自信 我试着开导她 不要寄希望于男人身上 她应该想办法把自己从纠结的状态中释放出来 先和自己达成和解 再去考虑其他问题 但安吉拉有点草木皆兵的意思 以为我这是迂回战术 警告我修想让她离开张晨 她一定会说服她跟我离婚 我笑了 那我等待你胜利的消息 大约又过了半年 安吉拉突然约我见面 看到她将好的面容 我由衷夸赞她的美丽 安吉拉很不解 她以为我会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完全没想到我会如此和蔼可亲 她突兀地问我 王姐 你是不是特恨我 我思考片刻 承认我确实恨过她 但现在我已经想开了 我不能控制张晨的心偏向谁 也没权利那样做 她的不重视她自己的责任 安吉拉和我都是这段三人情感关系中的受害者 安吉拉听后啜其不止 连声向我道歉 还说张晨不是好东西 她发现她最近和别的女人搞暧昧 她有证据想要去捉奸在床 可猛然惊觉她没有立场 她不是张晨的合法妻子 便寄希望于我 由我出面替她出这口恶气 事成之后 她会与张晨断绝往来 还给我一个完完整整的丈夫 我拒绝了她 不是我不跟她共情 也不是想看她笑话 而是我早早就不在意张晨的去留 她是否三心二意 是否处处留情 跟我没半点关系 我的泰然令 安吉拉很震撼 也很失望 她败幸而归 沉寂好久都没再跟我联系 那天和父母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 我接到了安吉拉的求助电话 那时我才知道 她和张晨的关系日趋紧张 她有一根她分手 可她却死缠烂打 安吉拉求我管一管自己的丈夫 放她一条生路 我无奈表示我真的无能为力 这个男人和这段感情是她自己选的 当初我没有逼迫她 也没有对她出言不逊 她只能靠自己去摆脱张晨的纠缠 人生的路是她自己一步一步走的 谁又能代替她走完剩下的每一步呢 后来不知道安吉拉用了什么方法 张晨鲨鱼而归 她回家的次数多了起来 并有意无意向我是好 偶尔还会提起我们刚步入婚姻时的甜蜜岁月 我只是冷淡地听她唠叨 再不复昔日温柔 张晨自讨没趣 没过多久便去和她的新欢同居 此事还是安吉拉告诉我的 新欢也是他们单位女同事 比安吉拉更年轻 也更会讨张晨欢心 安吉拉还向我表示恭喜 她说 王姐 我觉得这个女的有本事 让张晨答应和你离婚了 她明知我无所谓 还故意言语我 问我有没有感到害怕或紧张 我说我没什么好怕的 就算张晨跟我离婚 我也不会孤独终老 而且我对她坦言 最近有一个优秀男士在追求我 人品 相貌 职业 都使我分外倾心 安吉拉一边感叹 一边向我表示祝福 真诚的希望我能有个好归宿 我笑了笑 心中一片豁然 我并不急着与别人展开新的感情 假使有一天恢复自由身也是如此 生命中有那么多美好在等着我去探索 去体会 我和必居于情爱的网 享受生活 把握当下 就是现在和将来的我最想做的事 黄瓊为祝福 发入海 lí里的时候 就如是 岂坡 独浆 感谢观看